几只蜜蜂能遮死一个人 这个女人想玩大的 直接放出了成千上百万只蜜蜂 而在城市另一头 美女走上巴士 身后的男人却手握着包 鬼鬼祟祟地跟了上来 她穿过拥挤的人裙 站在中间四处张望 乘客们面面相去 另一名乘客还和她进行了眼神沟通 这让美女有些不安 只见下一秒 男人弯腰打开背包 从里面掏出了一台科学仪器 却不料 这居然是台音响 车上除了美女和司机 其他人全是快闪服 男人举着音响放弃音乐 全部人都集体舞动了起来 美女此刻的内心 像极了你第一个表情暴露 等到了终点站 快闪足集体下车 这时司机注意到 地上躺着一个人 而那正是刚才的美女 等到警察大帅赶来 她撩开裹尸布 美女死法极其惨状 不仅全身肿胀 整张脸都肿得像蛤蜂一般 警方怀疑对方是被杀人风遮的 但大帅却看出了端倪 在美女耳后 有一道被针管扎的痕迹 等验尸官一查 此因是蜂毒过敏性休克 这就验证了 美女的确是被人为谋杀了 大帅随即调查巴士监控 可由于美女处于监控盲区 他们根本看不到案发经过 就连平时和美女要好的律师同事 都说她平时为人善良 不可能得罪他人 没有办法 大帅只好找到城里的养蜂人 对方根据验尸官寄来的蜂毒样本 得出了凶手采用的是真蜜蜂的毒素 而非人工合成蜂毒 因此只要确认蜂毒来源 就能缩小凶手范围 可由于凶手掺入某种物质 就连养蜂人都查不出蜂毒的来源 见线索又断了 大帅叫来那群快闪子 进行面对面单独审讯 但他们都不认识死去的美女 只是上个车跳个舞 倒站了就下车走人 连凶手的行凶过程都没有看到 可就在大帅要求查看一名男子的手机时 案件转折点出现了 这个男人左手变成利爪 手臂长出道次 看警察大帅在门外 他整张脸都变得像极了蜜蜂 大帅看到后赶紧回头 发现男人的同伙也变成了蜜蜂的模样 两人似乎在交流着什么 因为大帅是格林家族的后代 所以他能看到隐藏在人脸背后的怪物模样 于是他故意放走两只蜜蜂怪 跟到他们来到了一家造纸厂 大帅和搭档躲在角落 看到两人在和另一个女人接头 但这时 一只蜜蜂发现了他们 接着就是迎面飞来成群的蜜蜂 不停地追着大帅两人 他们钻过墙缝 跑进了工具间 成千上万只蜜蜂就扑在了面前的窗户上 这换做是个密集恐惧症 估计都给下惨了吧 还没过一分钟 蜜蜂群像是街道指示一样 忽然的就全都飞走 而刚才尾随的三个嫌疑员 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大帅见搭档被盯伤 只好先回去处理伤口 接着大帅查阅祖先留下的猎魔笔记 发现了有关蜜蜂怪的记载 他们和女巫有着世仇 只要有一方现身就必须杀死对方 而辨认女巫的方法 就是他们舌头上有个新型意境 随后为了查出那神秘女人的身份 大帅叫来身为狼人的好友 对方在场内嗅着气味 来到了女人的办公室 并通过桌上的信件 查出了这女人就是造纸厂的老板 于是两人按照信件上的地址 来到了女人的大别墅 里头阴暗无比 像是很多年没住过人一样 大帅还没走几步 就发现地上死了一群蜜蜂 距离真相越来越近 两人走到楼上 谁知一推开房间门 里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一堆蜂巢 随即警方赶来 发现死去的蜜蜂蜂毒 和死者体内的蜂毒一模一样 这下证据确凿 神秘女人就是凶手 并且极有可能是蜂后 因为按照猎魔笔记表 蜜蜂怪能够操控蜜蜂 可人还没找到 警方又接到了新的命案 被蜜蜂遮死是什么体验 这个女人被人注射了蜂毒 整张脸都肿胀快要爆开 而警察大帅根据死者身份 认出对方是名律师 早在一年前 死者和两个律师同事 胜诉了造纸厂女老板的封后 或许是为了复仇 昨天就有名律师被杀死 三个律师死了两个 大帅立即意识到凶手接下来的行动 他赶紧让警方叫来最后一名律师 谁质疑看到对方 这居然是之前想杀死自己姑妈的金发呢 明明不久前还是护士 现在却变成了律师 这让大帅迷惑不及 他跑去对两名死者验尸 发现他们的舌头上 都有一个心形印记 这正表明了 三个律师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女巫 因此这就是蜜蜂怪与女巫间的争斗 但现在救人要紧 大帅必须逮住封后 于是他再次找来蜜蜂怪小弟 故意将对方的手机放在桌上 接着留下对方在审讯室 看看其会不会打电话找封后 果不其然 蜜蜂怪随即就开始给封后发短信 让对方赶紧对金发女下手 于是在第二天 警方就找了个替身 扮演金发女去事务所上班 大帅则带着金发女躲到酒店 而在另一边 先前协助警方的养蜂人 虽然也是蜜蜂怪的一员 他跟着封后准备行动 只见对方打开车厢 成千上万只蜜蜂全都冲了出去 但万万没想到 蜜蜂竟能识别金发女的气味 追到了酒店 还在厕所的大帅搭档 转头就发现成群蜜蜂趴在了窗外 他赶紧叫来大帅帮忙 可拿条毛巾没赶多久 蜜蜂群就搜的飞走 大帅意识到不对 等他赶到客厅 金发女就不见了踪影 蜜蜂群却趴在窗外 他认为金发女还没离开酒店 等大帅跑到地下室 这里就已经被蜂巢覆盖 蜂后也终于现身 只见他抓住金发女 开始了双人PK 蜂后手臂长出道次 金发女则变化形态 吓得蜂后一击灵 此时警察搭档赶到 眼见蜂后想要杀死对方 这场猎魔之战还没结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格林第一季第三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